这就是理科生的自我修养吗 这都太滑了 毛巾不够大 导致他成真滑 滑的毛巾不够大 杯子水太满 倒不进去怎么办 他福多大 就不快 男的手 你来试一下 一点点点 哇 马哥正画着画呢 张哥已经开始做数学题了 30度加45度 75度 这高给你10米 嗯 一场烟花就完美区分了文理科生的思维 其实它火苗熄灭了余温有存 他不知道跟你们这么快三人 我妈妈跟你三十月多年也关你 一起筷子丁哥最先想到的是 而张哥 就连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 当了张哥这儿就变成了数学题 明明被折腾的够呛 还不忘复习物理知识 当节目要求快速算出舞团总人数 看了两个队形 一个是第一排和最后一排都是六个人 中间目标是八个 下来是二十八 二个是他有两坨出去了 每一坨是七个人 中间有十四个 一个加起来就是二十 哇 厉害 实力证明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日常给弟弟讲题 压迫感这不就来了 这些我的做法 可能你也只会考 这什么东西哦 合成一分解你都做不来吗 我还看了目的是我在笑 目的就是你 那个动作你要去想 它的什么影响 只要是要全心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